我们来看句型语法 长口题 句型转换 第一题 Let's go shopping this often 改为否定句 那么这个句子是一个起始句 Let's 而开头的起始句 在变否定句的时候 通常我们是不是给它前面加上一个Don't 那么这个Let's 开头的起始句 在变否定句的时候 通常是给Let's 后面加上一个Not 再加动词原型 当然给前面加Don't 然后也是对的 只是Don't 然后是一种口语化 正式的 然后后面是给他后面加Not 第二题 The little boy is reading a comic book 对话线部分体问 话线部分体问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B动词有动词的NG 构成现在近期时代 那个小男孩正在读一本漫画书 我们把这个东西拿走 就是不知道他正在做什么 好我们来问 What B动词用is 这个小男孩正在做什么 所以还是要用现在进行时代 B加Doing的形式 第三题 Miss White went to Beijing last year 好 改为一般疑问句 改为一般疑问句 有方法 一提二变 三文号 提什么 有B提B 有情提情 无情无必 借助动 这个went是十一动词 借助动词 在过去时代里面 只有Did一个人 Did Mason White 助动词是个照妖镜 后面的动词 回原形 went的原形 是Go Go to Beijing last year 第四题 It's Sunday today 今天是星期日 对话线部分提问 那么我们把这个 画线的这个拿走 你就不知道 今天是星期几了 我们来问今天星期几 用What day 然后来提问 问星期 用What day 用日期 问日期 要用What date 第五题 Don't waste time 然后这是一个什么呀 这是一个起始句的否定形式 用Should来改写句子 不要浪费时间 那我们应该 是不是要珍惜时间 反过来 我们要用Should 然后来说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 不应该 不要干什么事情 也就是不应该 干什么事情 是情态动词 后面加动词原形 Ways 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 你学会了吗